毛主席亲自为他提示,周总理称他为民族之雄,他就是海鸥将军,戴安兰。 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,他曾率领五千士兵,顽强抵抗日军两万多人,最终取得了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的首次胜利。 撤军过程中遭遇日军埋伏,不幸重担,最终壮烈殉国,享年三十八岁,致敬民族英雄戴安兰。